这是令人何等感人的一幕 此时身为地表最强生物的范马永次郎 竟当着上万人的面 背着任牙在公园里溜完 可就在刚刚 拥有鬼报之称的范马新人烧将 突然出现打断了父子俩的谈话 对于这场父子大战他本不想插手 但他实在是看不下去 父子俩就这样一直磨叽下去 任牙瞬间燃起了斗志 随即父子俩的大战再度开始 只见任牙率先向任牙发起一击 却被任牙一个翻身轻松怼 见此永次郎变得更加轻松 他挥起拳头再次向任牙的面临工具 却不料被任牙用一根手指轻松化 在场的众人皆是一斤 而任牙所使用的招式 正是日本的传统武术和气筒 可仅是如此 还不足以将永次郎打倒 紧紧一击 任牙脚下的地面就瞬间崩立 永次郎微微一笑 此刻两人的大战才算真正的开始 随即任牙以闪电般的速度踢出 接着用脚趾抓住永次郎的头 然后猛地向下一撑 可对于犯马永次郎来说 这种卑鄙的招式对他根本不起度 随即永次郎一个侧身挣脱了束缚 而接下来该轮到永次郎的转机 只见永次郎对着空中的任牙猛地踢出一距 可任牙的反应速度更快 不仅躲开了这致命的一击 而且还像个猴子一样 骑在了永次郎的手臂上 这也太牛逼了吧 此时无论是维护秩序的警务人员 还是看热闹的吃瓜群众 他们的目光全都看向了 正在战斗的父子二人 永次郎对着任牙的腹部就狠狠地踢出一脚 强大的力量使任牙像个皮球一样弹飞出去 直到倒飞了数米才勉强站起 可当任牙回过头时 永次郎已经来到了烧江的身后 对于这个让任牙变强的米 永次郎表示十分的感谢 可还未等烧江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父子俩的战斗就再次开始 两人将拳头都狠狠地砸进了对方的人 但在自己心爱的女人面前 很明显是任牙的拳头更占上风 而此时广场上已经聚集了数不清的吃瓜群众 所有人都在期待着这场父子大战的最终结果 此时永次郎狠狠地一拳打在任牙的身上 然而就在任牙落地的瞬间 永次郎的攻击再次起来 关键时刻任牙用手臂挡下了这可怕的眼睛 接着任牙腾空而起 一个翻身骑在了永次郎的脖子上 这是令人何等感人的力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父子都应该以这样的父子关系为榜 而此时的永次郎就像是带着儿子去逛街 这种感觉是任牙从未体验的 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等待的 任牙从永次郎的背上跳 接着他突然一把抱住永次郎的眼睛 然后猛地向身后的地面打去 永次郎倒立起身 对于他来说 任牙的攻击还远远不够 只见永次郎张开手臂 然后对着任牙的脑袋就狠狠拍了才去 紧紧无击 任牙就被拍得同虎涣散 脑海中也浮现出母亲去世的声音 可永次郎的攻击并未停止 巨大的冲击将任牙的脸都挤掉了些 此时的任牙已经彻底失去了听阻 他完全听不到永次郎在说什么 但永次郎却是将任牙的手折成了拳头 他要让任牙放弃一切杂念 将所有的力量集中在拳头上 虽然任牙已经听不到父亲在说什么 但他还是握紧了拳头 再次摆出战斗的姿态 随即任牙脚下的地面崩立 永次郎也将一切抛于脑后 两人彼此向对方冲去 这承载了全心全力的一致 仿佛能够战胜世间的一切 这才是真男人之间的较量 两人将一切技巧全都抛于脑后 倾尽全力单纯的护翁 这一刻仿佛时间都停止 没人知道这场战斗 两人究竟牺牲了多少 但肯定的是他们都十分享受这场战斗 两人的拳头同时打在对方的下巴上 剧烈的打击产生了强烈的晕爆 以两人为中心 方圆数十米都被强烈的白光所握到 此刻两人已经感受不到任何的痛苦 只有双方的拳头还在尽可能 探索着更有效的攻击角度 而他们的脚也在不停地寻找有力的位置 而此时在电视机前 观看这场战斗的杰克终于攻不住 此时勇次郎缓缓地张开双手 即便是面对任牙如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他也不在防御 只是单纯地享受着打击所带给他的快乐 任牙不断地挥动着拳头打在勇次郎的身上 现在他的眼睛看不到 耳朵也听不见 但他能感受到拳头打在父亲身上的那种触感 全力挥动着麻木的拳头 就是他和父亲之间唯一的女的 突然勇次郎一把抱住任牙 他满脸和善地看着任牙 可下一秒 这一刻仿佛时间都停止了 勇次郎用杀死任牙母亲的方法击败了任牙 随着勇次郎松开手掌 任牙也重重地摔在地上 彻底地失去了意识 他的面部全部粉碎性能 两个耳膜也都被打碎 就连脊椎也被围断 甚至是内脏也受到严重的伤害 全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完好 这场持续了数个小时的父子大产 最终任牙还是败了